假設是到貨日期 這個日期如果是假日的話 那怎麼避開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6月20號 沒錯 那如果今天呢是普通見 那普通見呢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呢 理論上應該今天是禮拜四嘛對不對 那他的到貨日期是25號 可是中間會有兩天是假日啊 那假日這個地方假日如果說人家公司沒上班 你不能算進去 所以這個日期就會有問題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日期避開 我們這地方就可以用workday 那另外如果假如好了 假如說有個國定假日 國定假如說我們是 明天是國定假日假設 假設明天那你比如說假設在旁邊這個地方 就輸入一個2013 6月21 好了 然後假如是2013 6月24 也是國定假設這樣的 你們這樣在 那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上面也會有一個 資料反正你就是一個清單就可以 那如果我今天呢要算出這個到貨日期 我算在這旁邊好了 我可以啊 先把裡面的 格式也改一下 改成 日期 改成日期 那這邊的話呢 在插入函數裡面呢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1個我們 跟等一下應該是第1個應該是直接workday 我可以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跟我要 三個訊息 第1個訊息就是你start day 從哪一天開始 那就是今天嘛 幾天之後 那幾天之後不就是什麼呢 從這個這個地方去查什麼 查我們的 幾天嘛 所以怎麼查呢 一樣 在這邊第2次使用的話 V2函數 然後LugarValue是他 查哪一個呢 查這個郵件裡面的這個 從A2一直選下來這個範圍 然後我要查到的是第2欄的 比對的方式是完全比對 這樣的話就查出5天嘛 因為我是普通鍵對不對 按一個確定 再來的話呢 還有holiday還沒結束 再切回來 這個地方最後一個 參數是holiday holiday就是說 你要給一個什麼呢 一個清單 那清單部分的話 那假設這兩天也是國定假日好了 對不對 選進來 OK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這個日期就會變7月1號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自動怎麼樣呢 這個holiday 他會很聰明的 第1個 他一定會避開 6日 對不對 第2個他會避開 5 跟 這個 1 為什麼 21 跟 24是放假 因為我這邊有制定啊 所以這個國定假日是你自己去找 你們的國定假日是哪些天 所以他這個地方就是順延 這個地方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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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之後5天 我們來看